各位观众要体谅一下 我们一直以来最极端的情况是一节过 通常是两节 但现在我们的影像是漂亮很多 声音收音也很漂亮 档案很大 但顺积大堆,直接上不了网 所以我们今天维持一个漂亮的 因为我们两个很英俊,没有浪费镜头 还有声音叫漂亮 很多观众都投诉声音的问题 大家就要掌描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做四节 四节的来历也很精彩 刚才我们结尾时就问了一个问题 这位女素学家 我都不免得读她的名字 因为不免得出丑 她是出生于基辅 这位女素学家 她本身有没有政治意味呢 这个我真的无从提供 但就算她要这样做 这位女素学家 她如果没有一定公认的成就 我想没有人立戀 是这样就这样就给她 可能这些因素 我纯粹猜测一下 她可能已经入了那个 入围叮当码头了 但可能加了这个感情因素 但是你说不到是多少 但至少我一定不能否认 就是一定是很有成就 去很受人欣赏 才有能力去问鼎入围 数学其实是讲逻辑 不会讲感情的 但刚才我们讲的时候 也都后面有一句 这里陈阳博士可能补充一点 就是这个是有些关于 腐利业分析的问题 什么是腐利业分析 这个问题我想 尝试用一些比较直观 大家经验上有机会 去感受到的一些仪器 最简单是我们讲的心电图的分析 是否有些讯息 对 你譬如想知道一个讯号 通常讯号都是很集园无章的 有些是周期长的 有些周期短的讯息 虽然我们的心跳 譬如正常人 可能是每分钟七十下 七十几下 但你真的看她的跳动讯号 有时不是很漂亮的一条线 但你看到是一波一波 不断地重复一个pattern 但这些pattern里面有很多 杂乱细碎的讯号 另外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 例如你做电子零件 这些讯号 很多时候就是 你如果要很量化地分析得到 在一个讯号里面 有多少是属于长周期 亦属于中周期 亦属于短周期 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数学方法 其中就是用这叫腐利业分析 去拆拆它 那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和这位 这位女数学家做的 在八围空间里面 如何去拆拆波这些东西有关呢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那个波的原心 譬如你把一堆波子 砌了金字塔出来 你不要理会那堆波子 你只要留意一下 每个波子的原心 原浮了空间形状 其实就好像一个 挪浮弓的骨架 在物理学说 我会看是一个 好像一个精革 好像一个结晶的精革 其实就是 通常这些 在空间里面整齐排列 这些精革的东西 展现到一种周期性 这些东西 在这里你就会看到多多少少和负理议分析有关 那样东西整齐不整齐 你用一个周期 整不整齐 是纯不纯正呢 用一个负理议分析 你就会很清楚 其实就是 当然啦 我说得好像我很清楚 我当然是 不是这样 真的不是 比我三言两语这样讲 我纯粹就是想 由一些比较直观的 例子 那种关系就是 你尝试了一个数学问题 将一个现实上的结构问题 和数学问题 你可以看通它 是同一样东西 然后懂得借第二个数学的招数 来解释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正正就是 那个数学家最漂亮 脑筋最漂亮的位置 但要捕捉一样东西 就是 据我所知 其实在北美 很多乌克兰女性的移民 从事过科学和机械工程的工作 似乎是因为他们的男女平等 是比较 不会说女性 特别怕数学那类的问题 很多时候 女性要主动动手 动脑筋和动手 解决自己 或者大家面对的问题 另外一个 就更加富串其声 这个要交给 陈泉文博士 为什么呢 第一个 这位 叫尊虎 的朋友 就是韩裔 韩籍的 相当年轻 但是他有一个 传奇的性格 在这边 他原来中学是 被人看出校 数学那笔 我不知道 是怎样 因为又是看得了一笔 这是第二位 今届公布另外一位 菲尔斯掌的得掌者 美籍韩裔的 一位年轻的数学家 据我记得韩裔的 在Fuse Maduro 都很少 少的 反而在亚裔来说 日本是多的 前两年越南也有 但是他越南还是在法国读书的 对 另外你计算南亚的 其实你说印度裔 应该也不会少 中国是加密卷 邮成童 是香港的 他那时候 你说英治时期 是英治时期 那我们不要理会什么 但是中国是没有的 我说这个数学没错 你应该要这么说 可能很快就会有 是 你既然 你既然 就是这样说 你更公道地说 你如果说上海復旦 就是广州的中山大学 也有很厉害的数学家 也有很厉害的 也有很厉害的 真是这个平心而论 就是这样说 但是这个 拿不拿奖 这些我控制不了 但是来介绍 韩裔的数学家 他就是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原来自小 不喜欢数学 半途出家 还曾经做过 跟数学很不辣家的 就是纯粹写下 英文诗词 对了 写下诗 写诗不是写program 是文学那些 是真是写诗 文学那些 然后但是他就被 因缘祭会之下 被引领回去做数学家 而且跟到一个 很厉害的师傅 他的师傅 就是一位 日本人的 菲尔施掌得主 是不是广东平佑 我忘记了 你可能要 我可以查一下 但是老实实 他做的那个研究本身 我只是知道 他应该是跟 托破学那些本身有关 当然 托破学里面有几个猜想 怎样能够合理地解释 因为我们有成 四位的数学家 要去介绍 我都怕将其他东西招联络了 对了 但是他很厉害 他现在已经是斯丹福大学的教授 对了 对了 也很厉害 但如果说难分难解 如果是哈佛 当然是哈佛数学 是很厉害的 你不要说 我以前度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的黑浪研究所 也很厉害的 总之是很厉害的 有一个字我明白 我自己试试看那些比较 普及数学的介绍 但就算我看完之后 你叫我怎样去说一下 他研究重要的漂亮 我自己一时间 这个又是托破学 又是我自己最弱的一环 因为要解释到他的猜想背后 如果猜想不是一些很简单的三言两语 高中生听一名的猜想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限制 这件事本身也有很难 但你可以说一下他整个过程 他家出身是一个学术教授 我再说一句 其中我试试一下 很多时候在托破学的研究 都是说在空间上的 多少点、多少线、多少面之间 他们之间是一种关系 一个比较我们 现实生活问题上会面对托破学 相当有关的问题 就是地图用多少颜色可以填全国家 整张世界地图的问题 我们知道是四个颜色 但其实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数学证明 你很容易证明到六种颜色可以填满足到 五种颜色都可以满足到 以我记得以然自己小时候 读中学 我看过一个数学证明很简单的 就是加减乘除数 你只需要知道一个托破学的 一条很简单的加减数公式定律 然后你就很容易证明到 这些世界地图 最多用五种颜色 你就可以填满在国家 而每个国家之间 就不会有同一个颜色 黏黏了 但实际上你操作的时候 原来四种颜色都可以 但四种颜色如何去证明呢 原来这种颜色是整了很久的 我记得深厚可以用电脑做的 是的 其中一个就是和托破学有关的 这些问题 而很多时候你托破学 你要开拓到这门学问 你就要很懂得找那种 这些点线面之间的关系 究竟会设合一些什么的公式 你找得到越多 就找得到这种 这些托破的规律 然后这一位韩瑞数学家 他就了解到 在某一类的托破规律里面 他们里面有一些参数 他有一种pattern 原来他就给了一个很合理的解释 大约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已经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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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个应该是关于一个 几何学的问题 是托破几何的问题 他就将这些托破是托破了 几何时几何了 他就将这个托破几何的问题 用了一个多项 就是用一个 多项色咸数的方法去解决 这些就是 等于我随口乱说 你可以将功夫容回贯通 我对这个节目的贡献 我找到一个中文名 汉字的名叫许俊义 好幸会有这个贡献 你先解释一下 一个人他在中学时失败 又几年没有做数学 或者不是正经做数学 为什么突然间可以这样 他现在在这里形容是Late Bloomer 我深深看到 我们现在香港这个社会 面对的传统数学训练 我甚至不要只说香港 我敢说整个亚洲 那种社会的数学训练 是不是真的在培养数学家 我是会怀疑的 你譬如看看 韩国 中国大陆 甚至台湾 他们玩的国际数学 奥林帕克 很多自己赢的 赢的 五个金 派五个就五个取金奖 五个都很高分 美国都会找中国 找华裔的学生 美国年年都会拿五个金奖 但你一看美国取得合照 五个都是中国人 亚洲人 甚至乎大部分是大陆过去的 那种考试题 有既定答案形式的数学训练 这些事情 没有人够是亚洲人难的 但是 包括这一位 June Heard 他自己都经历过这个挫折 他就问 为什么每个人都能够解决 那些奥数问题 解决得这么厉害 我就没有这种天分了 我也是不喜欢数学的了 不错了 我只会作诗算 他离开了 结果到他回到研究院的阶段 他重新有好的老师 带领他 亦是一个好的师傅 他直接说 这位广东评教授 难得是一个不满的数学教授 而且很引导他们 去开拓一些 没有已知答案的问题 去交给他们做 结果他在这位 June Heard 他在自己研究生的时代 已经在这个老师的鼓励和引导之下 去解了一个 花了四十年 没有人解到的 其中一个数学题 这个很奇怪 表面上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 突然被一个好的人引导他 就完全 所以我自己看他的故事 我觉得这位老师很厉害 这个广东评真的很厉害 他说书也好 他也培育到好的学生 而且他自己是非议师掌 教了一个非议师掌 原来他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鼓务 他说 其实很多时候已经有既定答案的东西 我不够人费 也不够人做得好 澳数的问题 他也做不到 但是 反而这一种 在大家都没有固定的答案 在大家以一个猜迷光的游戏 他很享受这种过程 在他中间也不是说 喜欢话报就报 其实呢 因为这样说 自小的兴趣这么差 天分又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好的人 他自己在韩国读完学试之后 考过博士 都是非常多波折的 他也是好像陈志弘当年那样 就递了十几个申请 申请美国的研究院 陈志弘当年试过2002年申请 全部都是reject letter 没有一间收 结果陈志弘再接再例 第二年终于有一间收 原来这位 June Hu 他经历了这阶段 他递了一堆申请 最后只有一间收 那间是不是就是UiUC 你看看 但是UiUC本身就是 在香港来说不是那么出名 但是他 诺贝尔物理学上拿不少 但是你亦都在那里 就被他遇到一个名师 那这一种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就是 美国在这些理工科教育 给出来的那个环境 高手混习的环境 就另一个可能是 自小都认为自己 不是练武的好材料的人 都可以拿过非议司奖 还有新闻很多人打沉 这个是亚洲普遍的现象 那就是你不行的 你不理会弄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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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也讨论多一点点 就是 话说我自己最近无聊 都试过拿回香港的中学奥林巴克 选拔的那些数据来计算 我自己去计算的时候 选拔赛的那些题目 整份卷有30分 我发觉我都是拿5、6分 不要紧 你今天已经是博士了 我会这样说 也要负责任地点出的 就是这种奥数训练出的问题 其实就是 很多时候我明白 其实我已经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但是因为在你那个环境里 他不允许你用计算机 只是只可以用子和笔去计算 然后我就不可以拿那个分数 他就纯粹鼓励子和笔的运算 比如说一个cos42度加cos122度加cos174度加cos不知多少度 他要你计算到一个 不准你用计算机 你就能计算到一个 我们叫做irrational form 一个sert form 只可以牵涉到用一些开方 不会有小数点的方法表达 这个其实是按计算机 就全部按出来 为什么一定 但是澳数一定要你只用纸笔 来计算到一个不用计算机 这种是否一个好的数学训练 但是如果真正解决 譬如是一个正式拿奖的级数 你应该计算是 它容许你用所有数学上合理的方法 来解决这类问题 这样才是一个数学家 但是我觉得这类的比赛 其实是没有去计算大家的创造力 其实有时你的问题可能是自己发掘出来的 不是一定是你解决问题 但是最后也有很多很经典的 非议师像得主当年在澳数 例如Terence Tao 正想说这个 因为他最近在YouTube开了一个大师班 很难得的 因为那个大师班是一个数学家 当然他可以筛选到很聪明的人 但是是否一定只能靠这样才是聪明呢 这样大家可以自己再评 即是稳定一下 Terence Tao其实是陶捷軒 就是香港移民去澳洲的第二代 但我相信他现在不会说广东话 我们结束下一节 应该有一个一两个的题目 是你可以比较深入一些 是的 我们继续讲非议师像得主和他的数学 不单是数学以外的科学贡献 好 下一节再回来 为什么是因为让先生认识 我求人员 对我也 fulf一说 fotograf嬷 不太多 对 突然怎么样 Stories 不知道